这里是11号管的江西展区 您看我身边的这一座天坛起年点模型 底座3.6米 高1.5米 是样式类团队耗时一年 纯手工制作的一件展品 也是咱们江西展区的网红展品 那么今天您在咱们江西展区 除了可以近距离地欣赏这样一件作品 同时还能够通过体验 来了解古建筑的损某结构知识 这种极具创意又好玩的展成 是咱们今年江西展区的一大特色 是按照第七代样式雷团生人 在1894年设计的图纸上 一比二十五的图例缩小 全部是顺毛结构 内原柱有一十二根 代表的是一十二个月份 外原柱也是一十二根 加得起就是二十四节气 在样式雷展区 地下立体车库模型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模型等 还展示了用样式雷建筑 赋能现代建筑的智慧 漫步江西展区 可以充分感受到 以新制生产力 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的最新成果 连续多年参展 文博会并多次斩获中国工艺美术 文化创意大奖的参展商杨博 今年文博会带来了 鹅胡瑶的茶器 这也是我们今年新推出来的 天青色的左轮杯 这个是高温烧纸 生活化的 还有实用性的 好多茶友 都在微信上 电话上跟我来预定 在飞仪展区 夏布秀 莲四纸 张木香等传统工艺美术精品 在融入创新设计后 变成独特的文创产品 越来越多的干婆精品 走进生活